出道18年曾患上面瘫。 如今39岁三年爆两成晒娃狂。 当年以模特身份出道的关恩娜,近年来几乎是绝技于目前极少见到她的演出了。 还记得2003年她正式签约成为歌手之后,评注自己的处女大碟之作横扫香港多个音乐颁奖典礼奖项,更被誉为年度最有实力的新晋女歌手。 关恩娜本身出生于珠宝世家,家境富裕,入行之后忙于自己的娱乐事业一直都没有注意休息时间,曾一度患上可怕的贝尔士麻痹症,一级是俗称的面瘫。 大家都知道一人讲求形象脸很重要,患上面瘫更一度令到关恩娜感到非常沮丧。 不过庆幸,经过治疗及药物控制,病情得到控制。 关恩娜曾就面瘫症事件对媒体回应表示,医生说我的第七条神经线有问题,估计是因为之前感冒发烧细菌入侵而引起的,所以暂时不能眨眼,半边脸麻痹。 而晚上睡觉前喝水,第二天醒来发现水在右边嘴角流出来。 2015年关恩娜与中法混血儿医生男友注册结婚,婚后她也渐渐淡出娱乐圈的生活,经历过面瘫之后的她,明白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,婚后她更加注重身体养生及照顾家庭。 结婚同年关恩娜为丈夫带下一子取名Gabriel,而今年1月她又在宣布习讯,在诞下小女儿Orline。 正是三年爆粮的关恩娜,现今对娱乐圈的花花世界再不如从前那般向往,反而全部心思都放在家庭上,主力照顾好两位可爱的小朋友。 贵魏少奶奶的关恩娜坚实都会在自己的社交网站,与粉丝网友分享自己一对子女的近照,而近日她就发布了小女儿的可爱照片,并留言表示, I am 3.month of the day.我今日三个月大啦。 不少网民见到AB可爱的照片都纷纷送上祝福及点赞,而照片中小女儿睁大眼睛眼窄露露看住镜头,镜头感十足。 头上还带住一个粉红色蝴蝶蝶蝶,看得出来小女儿的五官长得十分精致,网友们都大赞,BB与妈妈一样都很漂亮呢。